主席外界說陳沛啟逛豪宅的爭議 因為你說管理費太高 不過外界就是說一萬多塊 好像你們也是付得起 但是你也被質疑 你過去高喊居住爭議 但現在私下買豪宅是不是也行不太一樣 第一點我跟我太太 我們兩個都是台大畢業的醫生 工作了三十幾年 坦白講要買個一億元的房子 對我們來講不是很困難的事 包括我們長輩 我清楚那個農地一定要會處理 我這個講話算話 他的麻煩在哪裡 他土地沒有分割 所以只要有人出價 我們就必須要去獲得所有其他地族的同意 如果他們有願意出這個價格的話 他們有優先成果權 所以這個就變成比較複雜 第一點新竹爭農地我一定會賣掉 講話算話 更明白講不會像賴皮寮那樣拖著 我新竹農地我一定會把它賣掉 但是在過程有一些 卡一卡 不要麻煩 那買房子是這樣 坦白講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得起 因為我自己的 我現在住那個房子要去賣 應該可以賣到六千多萬 應該沒問題 我在杭州南路還建舊的公寓 新竹農地湊一湊是夠 只是我陳佩琪有去看房子 後來我就不太願意買 為什麼 你何必把自己一生的資產全部灌在一棟房子 我聯合有一些現金以後要用比較好用 所以是這樣 講到最後 這只是陳佩琪心裡在想 我都一直沒有同意 我說你買得起我也住不起來 還有點 我覺得很奇怪 台灣人口明明在減少 房子越改越多 奇怪 按照供需 理論上應該房價要掉 這實在是奇怪 我大概瞄了一下 台北市房價真的太貴了 買不起也住不起 主席 那針對這個買房子 你怎麼看外界有質疑說 你有沒有拿這個資金補助 還作為買房基金 另外名則還說 為什麼是兒子買兩房 女兒上巴掌 沒有啦 我跟你講 這個 這個就 是這樣啦 兒女兒當然會規劃 我跟你講 這種買房子的事 一定會是我在煩惱的 一定是陳佩琪自己在想 不過還是那一句話 去看一看 我覺得 台北市的房價 我是我個人 當然陳佩琪有他的想法 我覺得把一生的錢 全部卡在房子上 變巫弩 我覺得法不來 請傳出這個 不然佩琪有 看上了1.2億的房子 卻就在立法院附近 你知道這件事嗎 那個是 他有想過要買房子 東看看西看看 不過現在 台北市的房子 天啊 這個 只能看看而已 買房子是為了黨 還是為了家 沒有啦 他有在想 這私人的事情就不用講了 奇怪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種事要變新聞 你覺得現在有這個 柯粉爆料說 這政治獻金都要目可經手 想要賣一些商品也沒辦法 都要透過目可這樣的事情嗎 什麼政治 不啦這個 這個 哎唷未來 如果要 你們要記者會 我們就正式排實踐 你們要問什麼就問什麼 這個要半路攔截 怎麼看現在柯文哲以前是罵連勝文 結果現在反而是幫自己而來看豪宅 對啊 這個是大家最看不過去的啦 因為當時那一場選舉 我看得非常清楚 其實那時候我們民進黨是幫柯文哲 我個人啦 我個人甚至 我直接大剌剌的就在我們大同區 永樂市場那邊掛這個看板 因為當時的連勝文 他說都沒有議員跟他一起掛照片掛看板 我就去啦 我就掛一個我跟連勝文的照片 我的旁邊我就寫over my dead body 打死不退 所以連勝文旁邊我就寫over my dead money 爸爸買給我 我就點出說這個連勝文會讓當時選民厭惡的地方 你看他住在金山 銀山 他住在地堡 那當時的潮域年輕朋友們 無殼蝸牛們發動了潮域 柯文哲還去了現場 去到潮域 去到地堡現場 柯文哲當時承諾青年朋友們 無殼蝸牛們 說他當上市長以後會認真的幫大家找房子 柯文哲 你還沒有幫青年朋友找到房子 倒是先幫你兒子找了個豪宅 當新婚房 那這個看在所有民眾的眼裡 這個是何其的諷刺啦 更何況當時市民的心境 在投票的時候很簡單 當時社會對這個貧富差距那麼大 那就產生了反感 所以當時民眾是因為恨透地堡 選給火堡嘛 所以你柯文哲就當選啦 是這樣子嘛 那這個過程 你當選了 你崛起了你的人設 就是你希望能夠為生斗小民 為青年朋友們尋求一些公益 結果這麼多年來 這十年來 你兩次市長的選舉 還有總統的選舉 這三次選舉 有這麼多忠實的年輕粉絲們 小額捐款來捐給你 你要好好的運用 保管這些金錢才對 結果你現在 你的帳目竟然是 不但帳目不清 而且很多支出是灌水 再加上你的夫人最近又去看豪宅 天啊 你大家把這幾個事情連在一起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柯文哲 你法律上 可能政治千金法只罰你120萬 那偉照文書可能輕判醫科罰金 但是在政治上 你已經被判了死刑 你自己判了你自己政治死刑 因為這些作為連在一起的時候 你已經達到社會性死亡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 判了他自己政治死刑 陳佩琪 他昨天自己到剛剛 早上又發臉書 承認自己確實是有去看這個房子 那就是確實好像也真的是蠻貴的 就是可能是天假上義的這種房子 但我們大家就好奇說 你民眾黨本來就號稱說 是一個第三勢力 是一個小黨 是靠著所謂支持者 這樣小草們捐款捐上來 那你這個等於說你夫人 自己當主席的夫人跑去看這種上義的房子 對於這個所謂支持者來講 應該很難交代 但是因為那種相對剝奪感 因為蠻重 而且你自己還提了所謂的 居住正義等等的倡導這方面的理念 結果你去看那個天假豪宅 這個豪宅說 我覺得大家會自己說 你該不會是用政治現金的錢來買的吧 我在選舉之後才去看 如果是他們靠了夫妻多年的積蓄 去買個房子 那是他的選擇跟自由 我覺得每個人不一樣 有人可能買好車 有個人可能買這個股票 那有人要買房子 我覺得這個是他自己的選擇 只是在這個時機上很敏感 這時機因為你選總統的那個帳目 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還有各種的傳言 對不對 你還處分的開除兩個人 停權黃三三三年 在這時候大家都還眼光放在這裡 你到底收了多少錢 支了多少錢 這個帳目也沒有問題等等 在這時候 大家就會想說 奇怪 那你這個時候跑去看豪宅 那要怎麼付錢 錢從哪裡來 那大家再去看他們以前的申報 好像一共才只有兩千多萬 兩千多萬 全部都凹下去買個豪宅 可能還不夠付投機款 因為投機款現在要求越來越高 會讓人家有各種聯想 我覺得這個時候還是要 在怎麼樣 在這個時候很不適宜 當然他們也可以解釋說我們有錢 我們錢夠的 或是說我們只是看看而已 他只是看 他不是說我們只有意識 並沒有行動了 我們只是看看 並沒有真的去買 只是我就說時機 很多時候時機蠻重要的 你在這個時候做這些事情的時機 會起人疑鬥不好